大家好 上一节呢我向大家介绍了RTML的基本语法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RTML的主体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RTML主体结构 还有RTML的头部标记 还有RTML的文档的主体标记 还有文档类型定义这个DTD文件 这里边呢我们参考的是西水PP的第四章 好我们来看一下RTML的主体标记 一个RTML文档的基本格式呢 需要包含几个全局框架元素标签 那并将代码分为呢三部分编写 分为三部分编写 那我们看一下都什么样的 根据上一节课我们的语法格式 我们先来建一下一个文件 比如说 DEMO.RTML 后证明就点RTML的 然后我们用随便的一个文本文件打开 它的主体标记格式 最外层 每个RTML页面最外层 一定要有个RTML 那有人说了 我不写它不也可以吗 的确可以 RTML其实怎么写 一般都不会出错 但是呢那就不符合3WC的外部开发规范 你不让外部规范开发 那就代码结构不是很良好 也不是有利于搜索引擎的 所以只有按人好的格点写呢 才特别有利于搜索引擎 然后里边包含两部分 头标签 还有体标签 这是我们编写每个网页 每个页面必须具有的部分 必须具有的部分 就这么几个部分 你看一下 头标签和体标签 这里边是RTML开始 最外层 每个页面最外层是RTML开始 RTML结束 头开始 头结束 头开始 头结束 一共呢是三个元素 三个全局框架元素 在每个网页文章中呢 他们都是唯一的 头标签和底标签呢 需要嵌到在RTML标签中 来使用 那么来看一下 头标签这什么作用 头标签也就是RTML开始 结束是网页文件的最外层标签 这个是网页文件的最外层标记 最外层标记 RTML文件中的所有内容都应该在这个标记之间 RTML标记之间 他告诉浏览器这个RTML文件的开始点 这个告诉浏览器 这是RTML文件的结束点 然后这是头标签 Head这个 这个标签呢是 在这个标签之间的 它之间的文本 这之间的文本呢是 投信息 是投信息 投信息是不会在浏览器窗口中的 显示的 主要包括当前页面的一些基本的描述性的语句 用来说明文件的标题和整个文件内容的一些公共的属性 例如网页的标题和关键字等等等等 比如在这个里边写的内容 不会显示在浏览器中 浏览器的窗口中 包括什么 基本的描述语句 基本的页面描述 比如标题 还有是 整个 网页的 整个网页的 公共属性 在这里边 比如说标题啊 之前这个 你看啊 我在这里边写一个 假如我在这里边放个标题 TITRE 这个是放着标题的标签 假设 网页 标题 好 我们显示一下 直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你看包对体中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在标题头上 你看一下 网页标题 标题上显示的 网页标题 所以呢 头标签不会在标题 不会在网页体里边显示的 咱们会详细的讲解这个头标签 那体标签咱们看一下 这是体标签 是网页文件的主体部分 这里边放的就是什么 网页的证文 网页的证文 比如说文字啊 文字 图片 文字图片 链接 链接表单 等 都是在这个标记中声明的 是网页的主体内容 比如这里边 放的 任何标记 都是主体内容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主体内容 会在这里边显示 所以这就是网页的全体架构 主体标记 那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从头标签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html 文档 头部 标记 就谁啊 放在 他开始 这里边放的就是 头部标记内容 里边放的 那在这里边 头部标记 可以放什么呢 其实这里边 只能放 四个标签 比如说 title 在这里边放 它是一个 开始和关闭的标签 还有 base标签 还有 link标签 还有 met标签 其实 met有两种写法 它们都是独立标签 有一个name等于某个值 然后呢 content等于某个值 或者是 这里边 那http 杠 eq uiv 等于某个值 然后 content等于某个值 这里边 这个 在头部标记 只能 有 一个 这个也是 只能 有一个 这个 可以有 多个 这个也是 可以有 多个 这就是 头部标签 那么 我们来 分别来看一下 头部标记里边的 每一个标签的作用 这里边 只能放这四个标签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边 tip有了 还有 base 可以放这个 link 还有met 可以放这四种标签 其他的标签 我们要放 几乎都放在包带体里边 当然我们这里有的时候还放 样式标签 和 加速速快标签 是这样的标签 也会往这里边放 但是这个是我们讲样式的时候 和加速速快的时候 才放进去的 先讲rtmr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 这里边只放这种标签 那我们来看头部标签的 title标签 这样 rtmr的标题 显然在浏览器的标题栏上 这是标题 这里边定义的 定义网页的标题 显示在 浏览器的标题栏上 标题栏中 就在title里边定义的 它要语说明文件的用途 那么每个tm文件文档的都应该有标题 在网页 在浏览器保存网页的时候呢 保存后的网页的一个文件名 或者搜索引擎 在收录网页的时候 将网页标题呢 作为关键字 一般的这个标题都是 公司 假如说你是开发公司的网站 公司名称 加产品 公司的产品 都是这样 这个投顾信息 一是呢 是标识整个页面内容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一定要记住 搜索引擎收录该页面的时候有用 那就是 有利于 搜索引擎 有利于搜索引擎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咱们的有文章的标题 比如说咱们系统pp最后一张的 假设发布文章的时候 你看一下 浏览器 好 我们打开这页面 你看一下 我点的每篇文章 最开始呢 这里边显示是整个主页的标题 你看 浪漫兄弟 网络工作室 然后我点哪篇文章 比如说点买CG数据库 你看这块就显示买CG数据库 整个页面对应的 然后点每篇文章 你看这就是文章 买CG数据处理于锁定 买CG的查询 看一下 然后呢 全新的更改余生效 都会设置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编码的时候呢 因为是动态的网页 所以我们发布一篇文章之后呢 它会动态的 咱们设置显示这儿 这是用pp处理的 来查询等等 上一篇 下一篇 都会在这显示 这是咱们在写文章 写网站的时候 需要处理的地方 是在这儿画 把标题放在这儿 就会显示在这儿画 那每篇文章 动态取出来之后 也会设置这儿 那怎么个有利 搜寻引擎方式 比如在百度里边 我搜 lamp 兄弟联 你看 就有这个lamp兄弟联 这个 lamp兄弟联 那好 这个标题 也就是一点开 也就是网页的标题 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 我刚才一点开 就是网页的标题 看到没有 所以呢 你这个标题写的项目 是整个文章的一个概括 整个页面的概括 所以标题呢 一定要明了 别人一看到这个标题 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样的网站 一点就可以进去 来看一下 一点进来 这个页面 上面就是这个标题 所以呢 标题栏还会 在搜索引擎中的标题 也是在 搜索 引擎中的 中 显示的 标题 有利于搜索引擎 也是在搜索引擎中 那么搜索引擎 搜索的时候呢 标题里边是咱们主要的关键字 比如说搜辣木兄连 他会找辣木兄弟连 这几关键字 你看标题里有 那么首先去搜索 也要将搜索的引擎页面中呢 也是作为标题显示的 在搜索引擎页面中 也是作为标题显示的 那基本语法呢 很简单 Title 那有的人呢 这个Title他不重视 他在里边写什么 当前时间呢 那肯定是一些初学者 不会去处理的 这个呢 很好的一个地方 显示 可以介绍页面的主体内容 也可以有利于搜索引擎 所以这关键字 一定要好好设计设计 才可以 这是标题的标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Bass标签 这个标签呢 是基底网址标记 这一种叫做 基底的一个 网址标记 也是一般用于设定浏览器文件中的绝对路径的 用于设定 浏览器中文件的绝对路径 是这样的一个标签 如果你写这个标签了 那么 网页中的文件 网页中的文件 只需要 只需要写下 文件的 相对路径 即可 举个例子 我给你做一个练习 比如这里边 我在这块写了一个 假如什么也不写 你看 在主体内容里边 我写个链接和图片 AHIF 这是一个链接 链接到哪呢 比如说 1.html 看一下 然后 斜个A 这边写 1.html 然后我再做一个图片 IMG 你看 SRC指定图片的路径 指定 比如说咱们 上一节目录下 1里边的有个logo.gf 好 我们来刷新下网页 你看一下 你看 1和上一个图片 上一刻 咱们用到的图片 这两个都有了吧 那这两个路径 属性 你看一下 图片的属性 是不是在文件的某某某某位置下 C盘APP 所有下边的logo.gf 下边 链接的地址呢 你看链接的地址 鼠标一放上去 你看下边的状态栏 也是链接 当前位置下什么什么 但是如果把它改掉 你看 我在这里边加一个 HIF等于 http 冒号 3w. 比如说 lamp broth broth er.net 你看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再刷新一下 一边东西没有了 但是我鼠标一放上去 你看下边状态栏 地址就变成什么了 索小化一下 鼠标一放上去 地址栏就变成 在下边 你看一下这个状态栏 就变成了 3w.lamp brother 下边的1.rtml 如果放在这个上面呢 你看 右键属性 看一下 就是这个 一目录下的这文件 所以呢 这个bass地址 这个标签 基于底层网址 用设计软件中文件的绝对路径 只要你设置这个 那网页中的所需要的文件 只要写相对路径 那他就会 他的绝对路径 那这个路径 就是bass中 指定下的路径 这是bse的作用 你这块指定地址了 你整个页面的所有链接 只要用到有网址的地方 都是以这个下边什么什么地方 你要写相对路径之后 所以一般的呢 咱们也使用的很少 因为咱们在服务器中设置呢 如果是prp动态生成页面的话 咱们可以在prp里边 就加一个变量就可以搞定的 所以这个呢 一般的呢 也不需要使用 这是我们用的 bass这个路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link 这也是头里边放的标签link 这个link呢 就是设置外部文件的一个链接 用来 设置 外部 文件 设置外部文件的 链接标记 显示 本文档和其他文件之间的关系 用于确定 本页面 和 其他文档 之间的关系 是这个 一个最有用的用 就是 外部的样式表的定位 那浏览器呢 会分析他中的内容 自动读取 加载相应的文件 比如说 我在这块 写了一个 css文件 就是写一个 test.css文件 比如这文件里边 我写上 所有的p标签 它的 字体 尺寸 是 四厘米的 颜色 是红色的 看一下 写在这个样式文件中了 写在这个文件中了 test.css文件中了 那我页面里边 如果需要有p标签的话 你看 把这边这灯去掉了 如果这里边需要有p标签的话 你看一下 p标签 href 一下这个了 假设这里边有一行w 我们来看一下 它样式会变吗 刷新一下 还是w 没有变化 因为它现在根本就没有 加载到 那个样式表 所以咱们使用link 就可以 设置外部文件链接 显示的 本文档和其他文档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我这里边可以加在几个属性 REL 通过这个 去指定什么样的链接 比如说 样式 表 然后呢 以什么文是加载进来 文档类型呢 比如说 类型实际上 它是以文档的 而 呃 css 类型加载进来 哪个文件位置 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 比如说叫做 test.css 好 这样的话 就把另外一个文件 你看啊 就是将外部文件定位到了 浏览器会分析他中的内容 然后自动读取 加载 这个文件 到当前文件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加载的样式了 这个p标件效果就会变 你看一下 变成红色的 四厘米大小 这就是我们link标材的作用 刚才这个 这是bass标签的作用 等都改一下名 这个是title标签的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 头标签 头标签里边的march标签 咱们说这个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使用name等于某个值 等于某个值 另外呢 是使用 http-equiv等于某个值 然后修用tnt 这里边头标签呢 这个是最复杂的一个 这是头标签中最复杂的一个 看一下 这个内部的值呢 是有固定的一种一种用法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才有这两种用法 两种用法 两种用法 就是这两种用法 这里边设置某个值 这里边设置某个值 咱们一个也看吧 这两种用法 如果指定内幕属性的 比如在这会指定内幕属性的 这个呢 用于 在网页中 加入 一些 关于 网页的 描述信息 描述信息 比如说 网页的 关键字 这样呢 就可够搜索引擎 或者搜索引擎机器人来查找 分类 关键字 网页描述信息等等 描述的 信息 如果只用的是 http-eq-uiv 如果指定这个属性 那呢 用于呢 html中 模拟http协议的 响应特消息头 它属性呢 是 用于在 html 文档中 模拟 http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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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 的 响应 消息 消息头的 比如说 告诉 比如说 例如 例如 告诉浏览器 告诉浏览器 是否 是否缓存页面 或者是 使用 什么样的 字符及 显示的网页内容 显示 网页内容 等等 或者隔断二十间 自动刷新网页 都使用它 来完成的 这是它的两种用法 当然都可以使用 多个标记 都可以用多个标记 好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边 它标签的 name属性 这个name属性的不是随意的指定值 不是 自己定义的值 有一些固定的 比如说 key word 比如 descriptln 或者 robots bot 或者是 gener 或者这样吗 uthor 作者 copr ight rate 版权 等等等等 可以指定这么多值 指定这个是指定 网页的 关键字 这个呢 是 网页的 描述 这两个 搜索引擎的会按这个关键字 来收录你这个页面 那收到你页面的时候呢 会在搜索引擎的页面中呢 显示你网页的描述 比如说 假如说我想要别人搜索的时候 我这边写上 key word 这里边多关键字 在这里边可以设置多关键字 比如说 嗯 关键字一 然后多关键字用道尔隔开 比如说 prp关键字 apache 关键字 mycircle 关键字 比如说 是linux 关键字 等等 多关键字 可以设置这个 这样搜索引擎在 爬网页的时候 遇到这些关键字中的任何一个 但 最前面是最优先了 那么就会把你的页面收录 收录之后 在这里边 如 如果我再写一个这个 啊 m e t name 按这个收录 假如我这写 d e s c r i p t l d e s c r p t o n 好 写这个内容 然后西文TNT 这里边写的就是你网页的一些简短描述 比如说 我们的网站是做什么的 你可以写我们的网站是做什么的 然后呢 呃 你可以在这 在这里 呃 学到什么东西 学到什么内容 也就是 也就是网页的中心思想 也就是这个当前页面的中心思想 当前页的中心思想 都在这里边 比如说 我现在还是搜索烂木兄弟联 这个关键字 你看在百度里边搜索烂木兄弟联 这个是显示标题栏 但我一搜索 就像刚才这个页面 然后查看一下原文件 你看一下 查看一下原文件 你看到这了吗 呃 内容标签的关键字 这里边有 烂木兄弟联 PRP教程 PRP技术 这里边都是指定的关键字 那你就用竖线隔开 用多少隔开都是可以的 关键字可以使用多个 然后 搜到这关键字 你看下边 介绍的时候 搜到烂木兄联 下边这会写上这段文字 烂木兄弟联 什么什么什么 教程下载 你看一下 是不是正式搜索烂木兄 这个描述里边的 烂木兄联 什么什么 教程下载 你看这段文字 和网页里边 我们搜到的 这段文字 是不是一致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加这个网页描述的话 那有可能就拿你 页面中的第一段文字 显示在搜索引擎里边 那一般的文章的第一段文字 都是什么 第一段文字 文章第一段文字 有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 刚开个头 还没等说到主体内容的 那怎么办 那有可能 别人一看这个 就不是他想要的 有可能就不访问你到网站了 所以这会儿 一定要是页面的中心思想才可以 那再比如说 比如这个吧 比如看这个 你看为什么我在做文章的时候 每张文章都有一个摘要 虽然我这是实验环境 所以文章很少 这里边也没详细的说 你看啊 文章有摘要 通过本文怎么怎么怎么地 描述 然后文章内容 这个摘要呢 我就会把它设置成 设置到哪里去啊 当然我这里边 不一定写 你看一下 摘要 我就可以把它设置在投信息里边 刚才的马蹄里边的 关键字描述里边 这关键字 文明有些描述 如果写描述的话 就把这个 写到描述里边去 这样的话 用户通过搜到文章的时候 在搜索引擎页面里边 会显示什么 如果你设置关键字是 按标题 会显示在哪里 如果在 搜索引擎里边 搜到的话 标题栏会显示这 那这个文章的摘要呢 就会显示到 搜索引擎下面描述里边 所以当一般做文章的时候 做文章发布的一些系统 之类的东西都需要怎么的 都需要标题栏 放在这个标题里边 然后摘要 一是别通过这 就能看到文章大概的内容 另外这个摘要 咱们要放到 刚才咱们所说的 如果放到这个标签里边去 那想象一下 搜索引擎搜到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看到文章的标题 和简单的摘要了 当然这个文字 并不是说写多少都可以 你就看这个搜索引擎 它本身能收录这话收录多少字 你给查一下 然后你这话最多能写多少字 所以一般的这个摘要 你在发布文章的时候 都要控制用户 写的不要太多个字 因为浏览器 以浏览器能放下为主 它放不下的话 就会有点点点啊 或者其他的形式 给我们显示 这里我们说的网页的描述 和网页的关键字 这是每个页面 必须写的两个 这个呢 让搜索引擎收录 这个呢 让搜索引擎显示 显示在搜索引擎的页面下面 这是这个描述 那如果写这个呢 这个本身词是机器人的意思 写它呢 它会有几个值 比如说 Indest DS NoIndest Flow 还有No 还有L 还有NoNe 什么意思 如果我在这会写上这个词了 Name等于 比如说写上 搜索引擎机器人 然后修完TNT 假如我写Indest 因为咱们在搜索网页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说 你每搜索一关键字 它限从几千个页面 几千万个页面中 限去搜索 不是这样的 它在网页呢 是定期 比如说每周三呢 就看你网页的更新内容快不快了 定期 爬一遍整个页面 然后将页面内容 收漏到它自己的数据库里边 而我们查的时候呢 它就在它的混存数据库里边 给我们拿过来的 因为别人有搜过这关键字的 这样的话呢 你写Indest的就告诉 告诉这个搜索引擎 不管哪搜索引擎 告诉它 是否允许将我的网页 放到你的 是否将我允许我的网页 放到你的搜索引擎 那混存数据库中 当然 如果希望别人搜索 当然去放了 如果不希望别人搜索引擎搜索呢 那你这话就改成什么 改成 No Indest 就可以了 如果你写这个词 因为搜索引擎 便利原理呢 是网页的链接 层层链接 互相找网站 或者是网站的 友情链接之类的 这样的话 如果你写这个词了 就允许搜索引擎 通过你网页 去爬别人的网站 通过你网站上 别人网站的链接 去爬别人的网站 如果你不允许 别人通过你网页链接 爬网站的话 那就这样 noflow就可以了 如果既允许搜索引擎 将我的网站收录到 他的数据库里边 又允许通过网页站的链接 我写上all 通常我们就这么写 如果两个都不允许 none就可以了 我们最好写这个 其实默认也是这种形式 所以呢 用这个可以关闭掉搜索引擎 来搜索 是这个意思 那其他的这个Mati标签啊 MET 就其他那些标签呢 就不常用了 比如说 UTHOR 告诉我这网页 作者是 这网页是谁开发的 比如说 LAMP Brother 什么什么开发的 比如LAMP Brother 和比如说我自己的 等等等等 还可以说这个版本 比如说 这内容还可以指定版本 COPYRIGST 版本 假如说这话写着 假如说是2001 假如这网站的开发事件到 2012 2012 然后什么EDU 教育我们开发的 或者LAMP Brother开发的 什么版权 等等 都是内幕标签 这里边 当然最主要的是 这两个标签 这是我们内幕标签的属性 那当然有了这个属性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内幕标签的 MET 这个标签的 HTTP-EQUIV 它的属性 这是属性设置 那我们看一下 它属性可以有什么 比如说 这里边有 文档的类型 刷新 比如说 REFRESH 刷新 比如说过去时间 再比如说是 再比如说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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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大概有这么几个属性值 那这些属性 那这些属性值 都干嘛的 比如说我们用第一个 第一个呢 用来指定你整个网页的类型和使用的字符集的 比如说 我在这里边写个中文字 中文字 你看我用浏览器显示的时候 刷新 那看墨人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字符集啊 是不是UTL8 那你要用GBL32显示呢 右键编码方式 看一下 是不是就乱码了 UTL8是中文字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就看你编辑器用什么关键字了 如果我关键字用GBL32的 你就告诉浏览器 也用GBL32显示 我先浏览器用UTL8的 就告诉浏览器用UTL8显示 那我在这里边可以使用 比如说 C-O-N-T-N-T-T-Y-P 文档的类型 这里边 讲这个之后 然后内容里边 可以放多个值 多个值间用分号隔开 比如告诉他 文档类型是文本的 RTM2 那浏览器解释的时候 就按这个 是告个类型 是RTM2 我就按RTM解释 这些 投信息 然后呢 字符集 Charset 等于 比如说 我默认他GB2312 这样用户一刷新的时候 现在是UTL8 你可以去刷新 直接就变成GBL32了 就不用你手工去调了 当然我这是用TL8的 所以我在这应该指定什么 UTF 呃 杠 8 UTL8 字符集 刷新 好 直接回到中文字了 告诉整个页面 以文本RTML UTL8显示 这是文档类型 通常我们都指定这两只 既告诉浏览器 呃 本页面什么类型的 又告诉他用什么字符集来解释 假如这里边我指定 那指定是 REFRESH 刷新这个词 那假如这后写上三秒钟 那么每三秒钟会刷新一页面 你看我刷新一下 他会自动刷新 你看一下 能看得出来 321 321 你看下边撞来就能看到三秒钟一刷新一页面 当然这个刷新间隔呢 你不要设置 需要刷新的时候 不要刷新的太频繁 一般的不要最好不要小于五秒之内 那假如说我三秒钟之内 让他刷新到 加个分号 刷新到哪去 后边你可以写个URL地址 比如说URL等于http 冒号3w.百度.com 那我现在保存三秒钟之后 用刷新的百度 你看一下 321 开始转了 你看下边等待 是不是去连接百度的地址了 现在网速有点慢 好 现在得掉线了 没转过去 那就不转了 总之他能请求到另外一地址了 所以一些人呢 也经常用这些呢 去攻击别的网页 在发帖的时候 他发了一条这样的语卷 这时间显成零秒钟 然后转到什么语卷 如果网页里边 你不将他转成实体的话 如果转成实体的话 一看就能看到用户发的是这个帖 如果不转成实体的话 他会藏在一门内部 这样他别人访问这个 文章页面 就会直接转向你指定的一些不健康的地址去 那这个呢 我们先 这里边长长的 现在他不转 如果这里边我指定这个 比如说指定 比如说指定 EXPLRES 指定一些过去时间 那么呢 我将内容 设置上 比如说 MOD5页的 嗯 到号 总之这里边你写个时间吧 这样的话 如果将它设置为零 那意思是什么 禁止浏览器使用缓存页面 里边写的时间 那是缓存到什么什么时间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禁止浏览器使用缓存了 如果我这里指定 啊 http 杠 eq u iv 假设我指定 windows 杠 target 指定这个 然后我这里吸引tnt 这块内容 我指定 比如说top 杠 top 假如指定这个词 后边呢 咱们会学一个分针 也就是将一路暗器 分成多个小窗体 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你要没写这条一阵的话 那别人呢 就可以在他的网页里边 将你的网页 放到他的那个小窗体里边去 那想象一下 这样的话 你就觉得你这网页多委屈啊 明明是可以整个页面显示的 就是在他的里边 一个小窗体里边显示 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 所以你想禁止这种东西 你加这条语句 那他就放不到他那小窗体里了 他只要一加在你那边 你那边就会占领他整个窗体 这后边咱们介绍分针的时候呢 会介绍这个 比如说 再有这个MET 假如这里边写 配置 比如写这块 配置杠 进入吧 ENTER 那么页面进入的时候 我可以用他有一些特效 比如说内容用的是 可以使用这些特效 特效呢 一共有23种 比如说等于这个值 你写上0到23都可以 比如说我写上第五个 可以有23种 当然用成绩可以控制了 那这你都不用管 你只要改变什么 改变这个值就行了 这是进入的时候 当然还可以指定初类值的时候特效 但是页面现在呢 一般没有必要指定这些东西 只要他能访问就行 不用说以什么形式进来 他会以缓动播放的形式 一共有23种缓动播放 退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块 我用的是8 好 你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边 内容里边我写点东西 不然你看不出来特效 只要这里边 好保存一下 你看这个啊 你看我后退 前进一下 看是不是离开的页面 回来 是拉幕式的 我能播放 当然还可以改变这两个值 比如说 上面 假如说改变这块改成 是 2 这块改成是 22 你看又换另外一种了 后退 一个进入 退出的 两种形式 这就缓动播放 一共23种 这都是头里边信息 好 头里边信息呢 我们就要就接到这里 这里边一共 看一下 在头里边信息 一共有这么几个 标题干嘛的 每一个咱们都分别介绍了 当然这link咱们介绍很简单 因为咱们用到 最多只是跟CSI配合 这Mati标签呢 咱们这里边 你只要记住 别的都不用去记 你只要知道 怎么加关键字 怎么加描述 怎么要搜索情搜索 就可以了 其他的一般都用不到 这是头标记 那我们看一下主体标记 也就是包的标记 好 那下边主体内容的都是在包题里边 我为了一面一面讲话 我这里边 我把上面这些东西都删掉吧 这里边就是主体标记 网页中的所有内容呢 都要显示在这块 它放置的是网页中的所有内容 也就是在 在它中放置 放置网页中所有内容 这些内容都指什么 比如说图片呢 文字啊 表格啊 表单的超连接的设置 一般的包对标签都不能省略 而且标包对标签呢 有一些自己的属性 设置包围体的属性呢 可以控制呢 整个页面的显示方式 比如说 在这里边 它有一些自己的属性 假如说是BG Color 背景颜色 假如说警号 FF00FF 一样的是黄色的 文本颜色 有的是警号 00FF00 背景颜色 文本颜色 比如链接的颜色 比如说 RED红色 然后呢 鼠标 单击链接时的颜色 可以A-link 单击链接时的颜色 然后或者是 鼠标放到链接上的时候的颜色 访问链接时的颜色 还有它的 top margin 顶边的编具 top margin 还有它的 左边的 编具 等等等等 这都是它的属性 当然这些属性 咱们一个都不用记 因为这些东西 咱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条 这里边 Body 体一边 有的属性 就是什么 刚才能介绍的 test指的是 页面中文本的颜色 指的是页面的背景颜色 用它可以指定页面的背景图片 给个背景记者就行了 指定页面的链接的颜色 鼠标点到链接上的颜色 鼠标放到链接上的颜色 鼠标的 topmargin 是什么 顶部的距离 默认的是有距离的 这是默认的左距离 你看一下 我刚才写的这些 假如这 这放一个 Hello 字幕串 一个 一号一吧 好 按我上面指定的 因为后边还有一些 没给值的 但是呢 也可以显示 你看背景颜色 鼠标链接的颜色 等等等等 都有了 你看他默认编剧是有编剧的 这样呢 你放图片的什么 他不会完全的挨到边上 因为默认有顶编剧和底编剧 所以当可以把它怎么的 可以把顶编剧清零 比如左边剧也清零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就清零了 这是包底体里边的 比如一点 包底体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属性 控制整个页面的 因为所有页面都要放在他这里边 所以他可以控制整个页面 但是为什么说 我刚才说这里边属性一个不用记呢 咱们可以用样式控制 以后记住 只要是 只要是可以用 样式 来 控制的 就不用 html 本身的 这我给大家的建议 并不是说必须的 本身的属性 可以用csi控制 就不要本身属性 那么 在包底体这里边 所有的外观 都可以用css来控制 比如说 这里边 现在这里边去掉 属性一个 全去掉 你看一下 还是这个文字 那我这会写样式来控制 比如这itle 加入样式 因为前面能介绍我样式 简单的怎么加入 假如说 我用这里边 body body 这个标签 它的 marking 全部为零 各个编剧都为零 parting 内部编剧全为零 背景颜色 红色 字体颜色 绿色 你看 所有都可以 只要它这里边有的 都可以 我就简单写几个了 你看 字体颜色 marking都清零的 这是可以用样式控制的 所以呢 body 里边这就不用写东西了 这是body 里边属性 这里边咱们还要记住一下 既然body 就有这属性 它不光有这几个属性 还有 还可以使用的是什么 比如像id name属性 class属性 style属性 这些属性 是通用属性 通用属性 上面是私有属性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body体 自己能用的属性 那通用属性 指的什么 所有的元素 都可以使用的属性 这次要记住 这次个呢 咱们就不单独在这介绍了 因为咱们以后学 这些会跟 都是跟csf和加尔 随便配合使用的时候 才用到的属性 每个标签都可以用 这主体标签 所有的内容东西 都要放在这里边 所有内容都放在这 它自己的自带的属性 当然这些不用记了 大概知道什么 也不用去用 用的时候 咱们去用量式 去编写就可以了 好 这些我们都看完了 那下面我们再看 一个 叫做dtd的一个文件 什么叫dtd文件呢 先键一下 dtd 这个叫做文档 类型定义 其实我们不用 在rtm里边 不用详细的去了解 它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假如说 我们每会一个rtm标签 就相当于会一个单词 那如果你会1000个标签 但是假如说 你会1000个单词 那你不会语法 那有可能你写不出来文章 所以呢 标签是rtm标签 dtd呢 是相当于标签 使用的一个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 这个呢 对于chamer文件是必须的 但rtm文件呢 一般它影响不大 如果你用工具创建的话 主体标签和的ddd呢 都会默认出来 会在页面的最上边 比如说 像这个 咱们查看的原点吧 你看一下 就看到 这就是dt的文件 这就是dt的文件 以这个开头 然后它分几部分呢 以这个开头 以建号结尾 然后里边有是 这个部分 这部分呢 是告诉 比如说rtm部分 是告诉指定文档的 类型的名称 也就是告诉我们 整个页面 以什么开头 最爱的标签是什么 也告诉我们 那最爱的标签 一个页面 是不是rtm 然后public public 指明所依据的dp文件 可以对任何人公开访问 而不是某个公司内部的文档 一般都是官方 引用某个官方的文档 比如说 咱引用w3c的这个 然后下边呢 就是什么 像这个 就是一杠开头 是一个对iso标准的一个开头 非iso标准的 然后呢 w3c呢 是哪个组织发布的dt文件 然后dd的版本 是xml1.0 xrtm1.0 rtm最高版本 是rtm401 以后都xml1.0了 然后告诉字符集 后边是ddd文件的地址 有整个页面 画那dtd的地址 去加载这个dt文件到网页里边 按他这个里边的结构 去显示我的网页 但是dd有很多种文件的形式了 所以他一共分这四部分 更有的 然后呢 版本 哪个公司的 是不是iso标准的 什么版本的 什么字符集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ur 也就是什么 这个dt文件的真正位置 这一部分 他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有的是不大 所以一般的呢 可以不用考虑 比如说你看一下 它的影响的效果 假如说 我在系统里边 我有一个这样的页面 嗯 假如说是 文档下边吧 就这个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页面 当然这个都是字符集的事了 刚才他说了字符集 怎么改 可以看到 现在我因为用gbl32 所以改过来 原来我使用utl8了 你看这里边 这个输入关键字的地方啊 还有什么 下边这个位置啊 你看 都是很对齐的 看不看到 那好 现在我把这dt文件删掉 然后再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文件 现在是在这位置 你看好 我打开 它上面有一段dt文件 我把它删掉 我保存 然后我再刷新 你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下边这话变载了 然后你看下边某些位置 都是不对齐的了 你看这话 而加上这个 它会有一点影响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调过来的 如果不加 它也可以调过来的 你看对齐了 上面有一些影响 这是dt文件 按显示的预法格式 所以一般的 咱们用dreamrever 那些工具创建的时候 一般都会默认 在这地方 有这样的一条一句 所以全局框架里边 你最好把这条一句都加上 不然的话 对往也有一点影响 但影响不大 这个是可考虑范围内 可考虑可不考虑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掌握rtm主体结构 掌握rtm头部标签 最主要是找怎么放关键字 泰图标题里边写什么东西 然后呢 网页的描述 其他东西呢 都可以忽略 然后呢 那几个标签 比如link标签啊 base标签怎么使用 然后主体标记 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主体标记里边 然后了解文档的结构 dtd 这是了解的部分 那咱既然学了 rtm的基本语法 也学了它的全局架构 那下一步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标签去学习了 每个标签干嘛的 怎么用 是这样的 那这一刻呢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